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天气好 人潮爆满 万人空巷 璀璨的烟火照亮七堵的夜空 今年的七堵烟火节烟火施放长达六分钟 也将活动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 晚会部分也很精彩 除了展现社区火力 也特别邀请艺人 漂亮宝贝苏又荣 以及市长钢琴王子许哲成等人来开唱 抽奖活动时民众也很期待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沛祥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莲 张耿辉 以及联恩典等人分别抽奖 抽出50寸电视机等多项大奖 规划在七堵区从校街的美食小吃区各项摊位吸引满满的人潮 万头专栋 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沛祥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莲以及张耿辉等人 从美食区一路走进来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辖区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派出尽力全程维持会长秩序 同时也设置摊位加强各项治安宣导 盛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基隆警友站 第三办事处主任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更是连续第14年在现场和小笼包餐车业者合作 设置行动补给站 免费提供小笼包以及酸辣汤等 给在现场执勤勤勤勤的警察们享用 补充体力 也受到警察局长翁群能 以及三分局分局长佟宝贤的感谢 为你兄姊姊姊姊姊姊姊 而七土区卫生所同样在现场涉滩 除了宣导各项卫生及疾病预防政策之外 也设置新冠疫苗接种站 在医生问诊把关下为民众施打疫苗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更是亲自到现场督导 再三提醒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 今年的烟火节主办单位 基隆市政府七土区公所将活动场地规划得更完善 再加上天气大好 人潮爆满 万人空向 市长谢国梁和立委林沛祥都承诺 明年将让七土烟火节释放烟火的时间更长更漂亮 今年的烟火比去年的更棒更亮对不对 对 那我们明年比今年更久更灿烂更温馨好不好 好 那你要记得冯寻长你们要帮忙我们 把更棒的烟火端出来哦 好谢谢大家谢谢 祝大家冯年行大运好运年年来之外 明年佩祥会全力配合我们市政府 配我们国梁市长把这烟火秀放得更漂亮 放得更好好不好 好 祝大家平安健康新年庆幸福谢谢 我想刚刚市长提到说明年的烟火比今年会放得更长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给市长先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市长还有还有我们的那个 还有还有我们的这个林立伟这个你要加油一下要帮忙我们争取更多的金费再意图在青鲁区 今天的烟火节是不是很成功对不对 对 我们谢谢市长我们谢谢区医长跟我们区公所所有的同志人员大家非常的辛苦 明年再来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我们市长让你听清楚哦 明年要更好所以要多编一点金费 我相信我们副医长在这边 你还有蔡议言在那边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支持好不好 好 市长说实在我当邮件他真的很用心 每次都没有做他这次做一年都做了 所以就把市长发生好不好 谢谢 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袁小姐的前夕看到这么热热烟火 我想每一个人都我刚从头看到尾我们全都人满满的 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成功也谢谢我们区公所 烟火释放时的火树营花照亮七堵的夜空 也让七堵烟火节持续成为基隆观光的一大特色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这里来看市府今年搭配金融年推出招财金融小提灯 特别准备了八千个小提灯分送给基隆市公司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我真的好活泼耶 我真的要结块肉 真的喔 你不是有一些 哇 他会讲 你在龙 哇 小朋友提着龙年小提灯好开心 市长谢国良纵发处长林立禅跟市府发言人于志明 一起亮相今年的这款招财金融小提灯 龙身上有喜气洋洋的金币 搭配五颜六色的灯光 象征金融年龙转乾坤圆满丰收 这个龙的灯笼有什么样的造型你特别喜欢 这是有一些的金币 它上面有亮亮的金色是吗 我们节日我们要提灯笼呢 圆小姐 圆小姐啊 那你喜欢这次的灯笼吗 喜欢 这是什么动物 是什么 圆小姐快乐 市府表示 今年特地准备了8000个小提灯 分送给本市公司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一般市民朋友 也可以在2月19日上午时间起至2月24日 在基隆旅游网脸书粉丝专页 按赞及分享活动贴文 就可以到基隆市旅游服务中心现场领取 限量800份 送完为止 那等于是一个小小的劳作的作品 对对对 那里面也有灯光 那又符合这个希望今年大家龙年都大发 是一个金龙年 所以意象也非常不错 那欢迎大家来索取 今年是甲成年也是我们的龙年 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一款金龙造型的一个龙的提灯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采用的是很多的这种金的这个钱币 那也象征着呢 希望大家可以能够招财敬保财源广进 这款招财金龙小提灯 还可以立在桌上当摆饰 非常适合亲子共同DIY手作 一起度过快乐的元宵节 记者黄日升陈淑萍奈 记者黄日安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会召开预备会 确定将从3月4号到15号举行临时会 东岸商场的争议最受市议员们的高度关切 要求市府把整个事件 从前朝到当朝的厂商招标 得标订阅内容来龙去脉通通说清楚 基隆市议会召开预备会 确定将从3月4号到3月15号举行临时会 其中东岸商场的争议最受到市议员们的高度 关切 因此民进党籍和五党籍市议员提案 要求市政府要把整件事情 从前朝的基隆市政府 如何跟先前的厂商 可以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破门进入商场接管商场 这样的一个争议事件引起众多的瞩目 事实上基隆的新闻 从过去到现在一些重大新闻都是一些比较具有争议的 那我们认为说现在这个东岸商场接管的争议事件 又引起全国的一个关注 在前朝的话 因为现在最近媒体的话也写了很多 为什么跟那个大日公 大日的 大日开花 签订而约 为什么当初前市长的话 比方是OT案又改回ROT案 这些问题都是有问题 希望 对ROT案 一并报告 这样才那个厘清清楚 不要让社会照到一个负面的消息 我想这个并案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都应该要遵守这样子的原则 不管是合法 还是要合理合情 所以希望市政府可以 透过这一次的报告之后 那让我们市民了解清楚整个状况的原委 包含就是交接点交的过程等等 都应该要进行 它依据的法令 跟它相关现在 在法院现在有进行相关的诉讼 有哪些诉讼的报告 应该都要包含在内 有三份资料 希望先送给本会的所有议员 第一个是依照出餐法 在进行新的委外评估的时候 要进行可行性评估跟先行规划 可是这个资料原则上 它该要公开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 这一次OT的过程中 它没有公开 然后第二个是 也是依照出餐法 每一年都要进行 所谓的营运绩效评估 就是从104年10月大致公司 取得标案的时候 市府其实每年都要进行 绩效评估的審查 所以这个104年开始的 每一年绩效评估審查 到底有没有做 依法它必须做 但如果有的话 也就提供给所有议员检示 我觉得在这个议题的 讨论性上 来说会比较完整 还是给微风20加10的 这一件 这个满场的一个期间 尤其在相关的权利金的 金额上来讲 跟过去大致比它 只有五分之一的 相关的一个价格 应该说 我们可以收回过去 只有五分之一的 这个权利金的一个部分 那我希望说 市政府针对于 微风未来 它如何做 所谓的商场的一个投资 它的营运的方向 跟营运的内容 到底为何 应该说 它整体的一个营运计划 应该要来 向议会来做报告 要不然这个促参 它是一个 20加10的一个概念 说实在的 稍微已完 我们卸任了之后 可能微风还在持续的营运 也请市府针对 本案一定要30年以上 的那个案子 这个合约的必要性 的这个相关的说明 请市府针对 这一个特别的点 因为我担心到之后 会变成一个综合说明 然后市府就会 挑 就是挑 挑着讲 结果有些东西 我们希望听到更详细的 就会跳过 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浩瀚议员 有提到就是说 针对年限 比如说20加10年 这类的这个议题 应该要 像我们金融市议会 来这边做后续的 包含各个 都有20加10年的个案 最近的东岸事件 我想比较形成重大的争议 那全国的新闻曝光度也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很多议员 部分党派 都有表达相关的意见 我们也请议事主 来会整大家的意见 终整 最后到临时会的时候 请市长 还有相关的局处长 都来做完整的说明 让我们市民可以清楚的了解 相关的争议点在哪 那我想这就是市议会 非常重大的功能 那这段时间 其实也有其他案子 大家也在讨论 所以我们这个预备会大概排了八个案子 来在临时会的时候 请市政府做报告跟说明 还有我们相关的附带决议事项 所以我想 金融市议会在这段时间 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规范 就是我们所有议员的提案 这个会期如果没有讨论完 我们到下一个会期 会持续的来讨论 我想这是一个完整的监督功能 那我觉得我们在 不管在公开透明 跟监督的功能相关上面 我们也会来加强 那相关的这个 让议员代表人民的声音 可以更完整的呈现 那也请市政府认真负责的 来说明整个金融市 未来的愿景跟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针对金融市消防局长 被爆料有婚外情的事件 消防局长周六下午主动请辞 职务由副局长站带 至于东岸商场争议 市长谢国良表示 已经释出善意 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与消防局长向勇才 突然被爆料出 有婚外情的事件 也引起关注 市长谢国良同样强调 这个周末完 就能够厘清整件事 怎么处理 会有一个结论 向局长的部分 我们还在了解当中 我们希望尽快在这个周末 可以把相关的情况 跟实际的情形 跟我们未来要处理的方式 能够厘清出来 然后这个周末完 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个结论 市长谢国良早上才表示 周末完会有结论 不过不用等到周末完下午 基隆市政府主动发布新闻稿 表示消防局长向勇才 已经主动宣布请辞 职务将由副局长 站带 对此基隆市政府感谢 向勇才局长 这段期间在工作岗位上的 付出与努力 基隆市消防局会持续 为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关 东岸商场争议事件 引发社会关注 连基隆市议会也要求 基隆市政府 要在三月初举行的临时会上 报告说明清楚 市长谢国良表示 市政府已经释出善意 看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而副市长邱佩玲也已经联系上Net 我的说法还是跟我在 这个春节团拜的时候 说法一样 没什么改变 我们释出善意 跟他这个 呃 表示善意 看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那据我了解 这个我们副市长有跟他们联系上 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位在仁爱区南新街五十一象山上 有一座五百吨的 红淡山配水池 设置二十多年 内部都没有清洗 导致淤积 严重影响 约三百多用户用水的水值 立委林佩祥 邀集水公司 市区处等相关单位的人员会刊 雨季二月底前 由疫区处派人清洗 蓄水池内部 让民众安心用水 这座位在仁爱区南新街五十一象山上 五百吨的红淡山配水池 设置二十多年来 内部没有清洗导致淤积 居民向里长和市议员 增济炎反应 严重影响附近住户用水的水值 应该绿水池应该是一年要换一支 现在一个月就要换一支 整支海绵都是黑的 都很浑浊 里面反应 感谢委员 不过开工就来给我们帮忙 还有水公司也是昨天有来会看过的 我们这边应该是五十一项 三十一项尾 这边可能是三百多户 都使用这个被水池的水塔 那因为也有接过里长的反应 然后那个绿水池很快就脏掉了 然后这边也拜托我们林佩祥委员 那林佩祥委员也迅速的通知自来水公司 然后马上来做会勘 然后自来水公司也承诺了 未来一定会定期的监控 这个被水池 让民众用水能够无虑 因此市议员曾继妍特地请立委林佩祥邀集水公司一区处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一区处也当场承诺 二月底前将派人清洗这座鸿蛋山五百吨配水池内部 让居民安心用水 这个水池 我们鸿蛋山这个五百吨的水池 那我们预定在二月底的时候 会把它重新再清洗一次 那耳后我们也会定期的做清洗的动作 红蛋山被水池的会刊 是佩祥在从去年选举的时候 就曾经跟我们李建德里里长 跟我们曾经的议员一起来讨论过 需要急需马上处理的事情 那这边我也对于自来水公司很快速地去做出反应 来符合民生的需求 表示高度的肯定 从刘文雄委员那个时候争取来之后 现在也经过二十几年了 那这二十几年的时间 那清的时间比较不固定 所以到现在我刚刚听说 我们在这边用水的好朋友 已经将近说一个月要换一支绿水星了 那佩祥在这边很高兴 说我们这次的会刊能够立竿见影 高地供水在基隆 不会是只有我们仁爱区 洪丹山 我们这边这个被水池这边的问题而已 而未来佩祥也会积极配合各地的里长 各地的议员 去办理各地高地供水 怎么样去改善去改善现况 然后提供我们所有基隆市市民 一个更好的用水 一个更安全的用水环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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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资争 halo 祝图更新年 蟑朗来厕客 祝 σας 致 tacos 蟑里 pleasi 我们 没 pon 便利口 或邸 whisper 欢迎大家 新年 来蟑朗 让你平安 在我们 length 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并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白米旺炮台跟基隆灯塔近年来爆红 由于周边的停车位严重不足 当地的里长指出 每到假日造成了许多停车乱象 立伟林配祥邀请港务公司 与航港局到场会刊 带您一块来关心 基隆著名的观光景点 白米旺炮台跟基隆灯塔近来爆红 但是周边停车位严重不足 停车乱象让地方相当困扰 因此立伟林配祥邀请港务公司 跟航港局到场会刊 了解基层的心声 也供商解决办法 因为基隆灯塔的关系 跟白米旺炮台是三级古迹 假日人的车流很多 然后包括游览车 自行开车进来这边观光游览的 人数车辆众多 自使公华路这边常常阻塞 而且平常日就有公车行驶的状况 会被阻塞没有办法回转 那我们现在是想说 借由今天请委员这边来帮忙 各个单位 有关单位来这里 帮忙看一看 我们这边行驶假日的时候 调拨车道 那个台积物流 原本的进入港区的车道 变成假日停车场 我想这边停车需求真的越来越大 因为只要每逢假日 如果车子开上去 绝对是有纷争的 因为两车不能交汇你知道吗 就必须要让上车或下车的要让 那里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用航港区 他们这个就是台区 他们出入的那个货柜车出入的地方 让他们释放出来 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完全是没有在工作行为的 而且没有车辆出入 然后给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来 来指要指一游的观光 大家来停车使用 三下的停车会真的很缺乏 然后这一次我们今天办这个会看 希望台积一释放出他们的 就是一个车道 让我们外星市的游览车也好 然后那个民众的自行车也好 能够在那边可以停放的地方 不然没有停车会真的很麻烦 很高兴的我们港务公司 跟航港区从善如流 会配合我们台北里的乡亲的需求 在于说基本上来讲 在于未来礼拜六的早上八点 到礼拜六的晚上八点 然后礼拜天的早上八点 到礼拜天的晚上八点 会在我们这一边 这边有划红线地方 设置所谓的临时停车场 来满足说在假月的时候 这边要去这边要来玩 要来玩的外来旅客 他们所需要停车的需求 那未来航港局也曾经也陨落 说未来在研究 如何再进一步的增加 我们的停车空间 不管是汽车也好 还是小客车也好 然后最旁边的土地 也会再做出一定的活化 同时之间也会尽量 去符合我们敦青木林的需求 在立委林沛祥的协调下 港务公司与航港局将在光华路6号 到51号这段路上的红线区域 规划假日临时停车场 当地里长表示相当感谢 另一方面在里内要往炮台的狭窄道路 目前也正在努力规划会车点 那我们在这里今年度如果计划可行之下 我们预计三四月我们会把37项这个道路 做几个汇车点 因为汇车点之后我们当地人知道 那经过设规计划这个方案以后 我们会制造几个汇车的地方 让外来的游客 或者是经过我们志工的引导之下 在各个比较宽辖 那个路比较宽的地方来当汇车的那个地方 那我们在37项跟光华路口这边会做个指示牌 然后标示点在哪里 那请来这边观光的用路人 跟那个驾驶人 能配合我们志工这样子 在我们的那个社规制造计划案中 在哪个地方会车 让大家都了解 现在我们光华路的37项 希望能够有一个连外道路 从光华路15项能够出来 这也希望地方上面的包括港公司 包括航港局 不要只为了港区的建设 也要了解上地方民众居民的行车安全 跟居住品质 如果有关于连外道路 这都是可以去考虑的方向 不过也要跟我们所有全署的单位 不管是我们当地地主也好 还是跟旁边的航港局也好 我们都要再做出更进一步的 妥善的规划 立委林佩祥说 未来将与地方上跟航港局 港务公司进一步研究 如何增加当地的停车空间 规划更好的连外道路 来提升太白里的生活品质 同时也促进观光旅游 停车的便利性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市长谢国良特地和 基隆市体育界各单项委员会主委 及体育选手查续听取意见 希望可以增设体育班 让基隆市的体育向下扎根 另外也希望可以增加相关的配套 为选手们做好防护和附件等工作 提升选手状态 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杨贵杰和副处长徐燕丽陪同下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以及各单项运动委员会主委们和选手握手寒暄 在教育处查续听取意见 谢国良强调希望可以增设体育班 让基隆市的体育向下扎根 首先我希望我们在体育方面能够向下扎根 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体育班 这个是我们一直很希望做的 谢国良也希望可以增加相关的配套 为比赛的基隆市体育选手们做好防护和附件等工作 然后在体育选手在未来的整个比赛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配套 有些像协助他们按摩附件等等 可以提供提升他们选手的状态的 运动的状态的部分 我们也都会尽量积极来协助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药灌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 不要固定清醒 电视音机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这电炮 换LED 省电 省钱 又不亮 哎呦 真厉害啊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 用在哪里呢 破坏千层蛋糕到底留几钱啊 仙力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姐妹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往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市场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